今夜最一消息 长荣航空 机师罢工终于落幕 劳资双方今天在行政院副院长郑文彩 还有劳动部等主管机关的协调之下 劳资双方就劳资争议的事项主项的达成协议 三大协议包括了调薪20% 外占今天每小时提高到6美元 还有停止禁用外籍的郑机师 而劳资双方也在行政院重视签约 罢工争议 画下句点 首拿协议合影桃园机师工会 以及长荣航空公司 终于在行政院副院长郑文彩的协调下 签字完成协议 这也代表机师罢工危机正式落幕 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长荣分会 在这个月22号取得合法罢工权后 并宣布可能会在春节清明节罢工 让订票的旅客人心惶惶 不过28号晚间传出捷报 工会宣布已和长荣航空 针对劳资争议逐项达成协议 我们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一个协调与共识 还有妥协 我相信他真正意识到了飞行员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尊重我们一直以来 在维护我们飞行工作上的安全 还有我们的专业度 工会诉求主要围绕在薪资 外震津贴以及停止聘用外籍政机师等事项 劳资也双方达成协议加薪的部分 除了长荣航空去年年底所宣布的调薪外 公司同意与本薪级职务津贴项目 载行调涨飞行员 证驾驶每月13500元 资深副驾驶每月11000元 副驾驶每月1万元 外震今天的部分 公司允诺将定期检视 并进宿于上半年进一步调涨 外籍政机师的部分也同意不再禁用 除非在营运上有特殊需求 但在申请程序上 需要劳动部及民航局依法实质审查 另外工会也同意双方签署协议生效日起 至民国115年5月31号 不再就这三项劳资争议标的发动罢工 技师工会跟长荣航空公司 双方都是非常理性 然后双方就是就那四项有达成共识了 长荣航空公司也回应 一直秉持开放的态度 持续提出可行方案和技师工会协商 最终双方终于达成共识 春节前夕罢工风波告一段落 也让订机票的旅客们能松一口气 接下来我们的方法与台北参谋到